這是 某種暗號嗎 像摩斯密碼 嚇我一跳 嚇我一跳 闖進來了 救命 救救我們 血 小貓咪的叫聲 串聯起來了 一切都串聯起來了 踩他 似乎愛慕著我的父親 優斗哥曾經這麼對我說過 不要老是答應踩的要求 你也該學著拒絕 那時我根本不懂這番話的含義 但是 優斗哥早就察覺到了吧 踩對我父親的心意 為什麼 自從母親離世之後 許多熟悉的事物都開始慢慢變掉了 如果可以 我不想面對這能堪的事實 但 已經來不及了吧 因為踩的心意 已經隨著他的死 永遠封城起來了 因為太清醒過來了 現在可不是哭的時候啊 誒 不能成當誒 不能成當了 誒 等下等下等下 我剛才好像想到什麼 我覺得踩 嘖 他可能是 有點類似 戀父親節的感覺 所以才有喜歡上 有那個 喜歡上那個 他叫什麼名字 我忘記了 靈 靈什麼啦 好 反正就是喜歡利能哈老爸就對了 應該是跟這有關 誒 那是大通嗎 還有 優斗哥 是大家 靈奶姐姐 靈奶 幸好你平安無事 很對不起喔 讓大家擔心了我沒事喔 嗯 大公你來這裡真是太好了 我一直很擔心你安全的 你沒事真是太好了 嘿嘿嘿 啊 自己都照顧 自己都照顧不好 只會擔心別人 這樣是不行的 誒 旁邊那位是 是那個女孩子 我找你好久了 總算抓到你了 等等啦 靈奶姐姐 你看 雪都被你嚇壞了 誒 你說 雪 可是 那個雪不是已經 那就是那個雪喔 雖然不知道為什麼變成人類的樣子 那真的是她喔 雪沒有死 她回到我身邊了 是 這樣嗎 嗯 對了 這是你弄丟的鑰匙對吧 就在我們第一次在街上遇到的時候 不是 我的 嗯 可是 哇 好漂亮的鑰匙喔 另外姐姐可以借我看嗎 嗯 是沒問題啦 但如果不是雪的 那這把鑰匙到底是 還會一下門沒開 嗯 你說 門 嗯 太好了 那說不定是那扇門的鑰匙 待會去試看看吧 雪 你還可以嗎 嗯 嗯 雪怎麼了嗎 我們剛才被綠色大姐姐襲擊 她為了保護我們不小心扭到腳 那雪滿猛的 嗯 看來我不在的時候發生很多事了 如果既然大家都在這裡 這樣就可以一起行動了 等一下 OK 繼續 好多人喔 好多人喔 超可愛欸 欸 其實我覺得這裡 這個地方還可以再多加一些東西 就是類似 可能拿了什麼東西然後增加結局分歧這樣 應該很好玩 這孩子是 蛙女 似乎是被那個傢伙拋棄的失敗品 她剛剛想攻擊我們 但雪說她好像誤以為我們把她東西藏起來 所以才會生氣 對吧雪 嗯 似乎也沒什麼思考能力 是個完全按照本能行動的傢伙 總覺得 是個可憐的孩子呢 貪吃神 真的 呵呵呵 那個博士真的在研發 延長壽命的藥嗎 總覺得還是很可疑 是說 雪 她沒辦法說話嗎 嗯 雪居然變成這樣 但好像還是不太會說話 不過 我似乎能懂她想說什麼 所以不用擔心 這樣啊 雖然覺得很神奇 但 那應該就是你們兩個直接的默契吧 嘿嘿 對了 莉奶姐姐 我剛剛發現一件事情 嗯 嗯 這個鑰匙上面刻的圖案什麼啊 咦 有圖案嗎 我沒注意到 我看看喔 嗯 看不出來呢 而且感覺不像刻的 反倒是有什麼東西沾上去 是凝固的血塊嗎 嘿嘿嘿嘿 聽喔 恐龍哥這麼一說似乎滿像的 尤其是那根硬的觸感還是 暗紅色 咦 喂 為什麼鑰匙上會沾上血啊 哈哈哈哈 沒事啦 那只是悠久哥亂拆了 大空不要害怕 不是還有一扇門嗎 我們還是趕快行動吧 血塊喔 蠻想看的耶 收他聲 得到藥物血 等一下這什麼 好像突然出現了耶 綠色房間 金髮男 金毛星星出現了 金毛星星出現了 你別害怕我不會傷害你 你應該還記得我吧 我就是負責照顧你們的人喔 變成人之後應該很不習慣吧 這蛙女該不會是雏菊吧 沒關係慢慢來就好 啊 要說話果然還是很困難吧 但 你卻說了我的名字 太棒了 你管還記得我是誰 放心 我是你的朋友喔 從今以後還請多多指教你 這是 這個是那個蛙女的記憶吧 嗯 這花環還有點醜呢 我果然不太會編 咦 你喜歡嗎 那麼我會想辦法把這花環保存下來的 等你結束實驗後 我再把它重新交給你 還有 雏菊 你知道雏菊的花語是什麼嗎 聽說有純潔的意思喔 雏菊真的很美喔 跟綠色的雏菊一樣 你是我見過這世上最美麗的女孩了 所以她真的是雏菊欸 雪應該是第二個被做成人類的樣子 的動物吧 第一個是青蛙 再來是貓 還是讓做這個時間到底什麼意義啊 不懂 而且 而且難怪 難怪那個 阿蘭說這款遊戲多了很多劇情 她連 她連儲菊的回 那個回憶都把它用進去 超用心的啦 謝謝你 願意成我第一個朋友 嗯 怎麼了 欸欸欸欸欸 除菊害羞了嗎 哈哈 你好可愛喔 但是除菊 你知道嗎 聽說除菊還有另一個花語 我不希望變成那樣 那花語叫做 離別 嘿嘿嘿 欸 雪 他身上收到藥物血 然後他會消失了 試看看 打開了 這個是 收音機 有個按鈕 暫時不要亂按 然後這個 有一台機器是亮的 看一下好了 有密碼 但這也是理所當然的吧 空運機好像可以調整頻道 有點奇怪 無論怎麼挑戰你 只有這幾個頻道 是壞掉了嗎 還是 FM666.1 我覺得那數字好不及遇喔 666欸 雖然在中國66是阿順啦 666代表那個技術好啦 666666 可是在西方 西方666是那個耶 撒旦的數字耶 6跟7 分別代表撒旦跟上帝的數字 我沒記錯的話 關於這次的作品 方便談談您的想法嗎 大家都很喜歡這幅 是 贏家母早逝 父親身體前安 他們原本想一起去南極 於是我左手畫了這幅畫 能夠得獎 實在太開心了 原來如此 真是遺憾 父親以前被人騙過 腎臟 被賣掉一個 我想好好照顧他 是 那麼 您可以分享 親身經歷的 聽說您遇過 相信觀眾 對此深感興趣 沒錯 那天我獨自 前往荒春 我現在只要看到荒春兩個字 我想到了 只有一個 遊戲 那個叫做怨恨搖籃曲 童子的詛咒 荒春 唉唷 我想到的是那個荒春啊 救命啊 那女人抱著嬰兒 他對我微笑我永遠忘不掉 喝了茶水 等我醒來後 腹部有被動過的手腳 這應該是父親吧 因為他剛剛說腹部動過手腳 然後 第一個他講說 爸爸曾經被摘過腎臟 現在 就來播放這首 由M子演唱 獻給男友的 百合綻放的那天 隨風而去 我不會忘記你的一切 百合綻放的那一天 擁抱著 Johnny 埋葬於 鼻尖底下 恭喜J 大學的B子和M子 結尾連禮 隔了兩年 不畏懼他人目光 讓我們來聽聽 B子怎麼說 我很感謝哥哥 他幫我說服了爸爸 身為他的妹妹 感到很幸福 同樣 我也會替身為畫家的哥哥加油 如今很開心 會好好珍惜M子 什麼意思 填空體 第一個採訪者是 B子的哥哥 第二個是 荒春的馬對不對 所以是父親 第三個是M子 等一下 我重新想一下 第一個採訪者是 B子的哥哥 第二個採訪者是 B子的父親 第三個是B子 第四個是M子 欸不是喔 搞不清誰是誰啦 搞不清誰是誰啦 B子哥哥 B子父親 全部答對了 哈哈哈哈 也有剛剛差一題而已 一家人通通上廣播節目 對啊 可能他們那一家 是有什麼特別貢獻吧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好像有什麼東西開啟 可能是因為他 那他是畫家的關係吧 可能啦 怎麼了 欸 可以上去了 看來被歡迎啦 可以上去了 就是要下去啦 現在不需要過去 欸 欸不用去 不用去右邊那裡喔 這裡是五樓 這櫃子是假的啊 耶 太重啊 無法打開啊 蚊子 大魚吃小魚 誰說了 連小蝦米都可以吃大鯨魚了 紅魚吃子魚 茶魚吃黃魚 紫魚吃茶魚 誰是大魚誰是小魚 好看一下喔 看一下看一下 欸 紅魚是大魚 紅大魚 然後黃魚是最小的 紅紫茶黃 紅紫茶黃 好先記一下 紅紫茶黃 紅是 這裡嗎 2 然後紫 27 1 2713 好我先記一下 2713 這個解謎 OK啦 可以 那個 目前不算困難 這是 看一下 欸這邊沒有錄喔 然後上面又上手 所以現在應該還用不到這個謎 那個謎題就對了 有些人 有些人 非常挑戰